盼望之家联合了南加州十几个文艺团体 在乔教中心举行庆祝美国国庆大型慈善音乐会 用歌舞和音乐来欢庆美国国庆 请看报道 慈善爱心团体盼望之家联合了 洛杉矶歌舞艺术交流艺术中心 华裔歌舞团 美国洛杉矶乐剧团 齐陆港华裔舞蹈队 星雨舞蹈社 玲珑舞蹈社 五星儿童班 爱乐组合等文艺团体 在乔教中心献给华人民众一台 歌舞戏曲 武术太极 中国功夫等精彩诱文节目 以共同欢庆美国国庆 盼望之家执行长周平表示 在美国国庆举办这样的演出 一方面是鼓励更多的华人 来庆祝美国的节日 另一方面也展示了 华裔移民对美国的热爱 为了庆祝 为了要表彰我们对美国的爱国 所以我们先举办的 在今天举办的美国独立日的大型 慈善音乐会 我们有从海内外过来的一些 就是团体 那个戏曲团队跟歌舞 武术 还有我们也是有 2016年的舞蹈大赛 你们都很熟悉的 那个小婷娜 也来帮我们 陈佳裔表演 谢谢 当天的慈善音乐会 除了节目表演 还举办了大型全场 免费发送活动 核桃市市长 秦正国也前来 颁增感谢状 为我们华人带来很多的节目 很多的有意义的活动 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那今天活动特别有意义 因为呢 今天这个是给这个 像是美国爱国的 这个一个节目 那么在华裔这方面呢 好像在做这个 美国爱国节目比较少 所以这个节目呢 就特别有意义 环球东方记者 吕玉冲 若然基采访报道